在雙北呢 要找到一個旁邊有這麼大一塊綠地的好房子 真的非常的困難 景和苑呢 就駕一個鬧鐘取景的世外桃園喔 新北中和現在是工作人口密集地區 對新屋需求極為強勁 由於新建案 一登場一線預約熱礦 設置位於中和景和公園旁 連城路鏡像裡的景和苑 景和苑讓你與公園做鄰居 其中和最大8.7公頃的景和公園 藍天綠地享受生活 讓你與三大公園 圓山親子公園 家瑞青山公園 景和運動公園為零 家庭的幸福在這裡盛開 鄰近還有中和國民運動中心 隨時前來活動金骨 揮灑汗水 活力你的身心 景和苑為交通樞紐 領景平路 中山路 中正路 連城路 環塊 二高 交通要道全部雲集在家門口 出門快速聯通中和核心網路 南北往來為你分秒必爭 一體緊鄰重要道路 連城路 以遠中設計廣場為軸心 中和地標 科技大樓 工商會萃 也是中和經濟重鎮 未來萬大縣 將成為中和站的轉成新樞紐 散步也可以到中和新生街 最大的傳統市場 升級市場 加上全聯福利中心 應有盡有的購物體驗 以及中和環球購物中心 購物首選 構成生活便利中心 你好 歡迎參觀 除了環境之外呢 我現在找到我的好朋友 瑞琪 跟我們介紹一下 景和院還有哪些 讓你心動的地方 瑞琪 你好 瑞琪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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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想知道說景和院的建材 或什麼哪邊很厲害 了解 那其實房子除了要住的安心 之外還要住的安全 所以呢 我們這個房子的話呢 在外面的親密窗部分的話 我們採用的是 日本第一品牌的親密窗 那我們都知道呢 那台灣是屬於什麼 雅熱帶氣候 對 所以呢 它是比較潮濕的氣候 那今年累月的累積下來之後 雨水很容易從窗框裡面深入嘛 所以我們用第一品牌的親密窗 它的水密跟氣密呢 都達到最好的效果 再來就是它的聲音的部分 你看 這樣打開的時候 可以聽到外面的 車水盲的聲音 聲音一下 對 但是關起來之後呢 它超級無敵安靜的 再來就是我們還有做防罪設施 我說過要安全 所以這個防罪設施 我們打開之後呢 可以防小兒子在家的居家安全 喔 好貼心喔 喂 喂 阿樂 瑞奇哥聽說這邊還有一個系統 是國際級的防疫系統對不對 沒錯 現在防疫的東西 其實很有話題嘛 所以我們這個案子呢 也有用英國Sew的 排水通氣正負壓的防疫系統 那這個系統呢 其實就是裝在我們家的排水孔下面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家裡的 標準傳統的排水孔 如果我們沒有裝這個系統的話呢 你幫我們排水的時候就像這樣子 衝 衝掉了 喔 對不對 那你衝掉之後呢 你家裡的排水孔 這個水孔呢 它就沒有留住了 所以呢 像一般細菌啊 或者是蟑螂啊 甚至老鼠啊 都可能從你下的下水道 這樣子爬上來 哎喲 所以這樣很危險 所以呢我們如果裝了這一個系統之後呢 它有一個正負壓 讓它Balance 如果我們要排水的時候 你不能快點 它一樣會排水 但是呢 它保存它的水孔 那水孔在的時候呢 像細菌啊 蟑螂啊 還有老鼠這些的話 就不會這樣子跑到我們家裡了 喔 這個就變成一個天然的屏障這樣子 沒錯 所以現在很多 像比方說 雪梨的科技院啊 歐盟總部啊 甚至NASA太空總署啊 都有用這樣子的一個系統 然後做到防疫的功能 好高級喔 其實這個真的不講都不知道耶 是啊 對啊 小東西有大作用 這個超厲害耶 這個就是剛剛我們抓的 然後看這邊其實 看這個12分 瑞琪給我抓到了 你們家磚塊醬請問是偷工減料嗎 當然不是啊 這個是跟工研業一起研發 製造出來的 叫做氫質紅磚 對 我們整棟的話 的隔戶全部都是用這個氫質紅磚 那這個氫質紅磚的好處是什麼 它可以取代我們傳統的紅磚 那傳統紅磚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跨重物 那因為建築 建築材料的影片呢 現在很多人隔戶都用氫質隔尖 那氫質隔尖的話 它就是水泥沙漿 再加上保利球衣 對 它是重點就是隔音叉 就是不能刮重物 所以再研發出這一個 它可以呢 有效的隔音又可以刮重物 這個隔音來看的話 我們這樣子灌上去之後呢 水泥沙漿 水泥的部分的話 是不像熱膏一樣 這樣一結上來 所以呢 它的耐震呢 可以達到10級以上 因為它這個水泥 點是往上吃跟往下吃 然後就會像熱膏這樣 準接的感覺 卡得更緊 喔 神奇喔 再來就是呢 這個孔洞也不是亂開的 這個是經過設計的 所以呢 我們外面的聲音進來之後 經過這個孔洞 產生一個氣場 氣音的部分 所以它可以阻斷一下 外面的聲音的部分 我讓你看一看 這個效果有多好 這個是呢 我們用這個磚氣起來的 我打開來看喔 你不要嚇到喔 不要發現 很強對不對 是認真的嗎 對 可是當我們回到房間的時候 公領域的人在看電影 在開Party的時候 你在房間的時候 可以安安靜靜 這太誇張了吧 一個房子的隔音 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 如果你在一個隔音 很好的地方的話 你會覺得 回到家 好像就進入到另外一個世界 另外一個空間 來自一個街上是滿 滿開 就是好像來上建材客一樣 那因為以前真的不會想那麼多 以前可能真的沒有在看房子 所以 對我來講就是房子的地段在哪裡 我就覺得 哇 附近的什麼樣子 最重要 但我後來發現其實 有些時候你回到家 那個感覺 其實是更重要 現在就